今年5月份台南北区一处路口发生死亡车祸 当时一名两岁的余小妹跟妈妈牵手走在斑马线上 结果被转弯车辆撞击身亡 小猫这个月9号在附近路口大约200公尺处 又发生有妇人过马路被左转车辆撞倒 9号晚间9点多台南公园成功路口 当时下着雨一名女子撑着伞绿灯走在斑马线上 此时一辆白色轿车路口左转 没看见有人步行经过直接撞了上去 女子整个人被压到车头底下 救护货报抵达现场 女子身上多处擦错伤 颈椎骨折 抬上担架紧急送衣 幸好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个路口就离今年5月 女童与小妹妹走斑马线被撞不治的地点 仅仅距离200多公尺 同样被左转车辆撞上 一样的情节再次上演 其实今年5月 女童被撞的路口引发各界踏伐 台南行人地狱之后 交通局立刻将斑马线退缩4公尺来做改善 但行人会有危险的路口 也不止这一处 不免让人感受交通局出事态度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强力取地不停让行人违规计795件 比起去年同期83件增加712件 其中又以成功路段107件为最多 台南警方5月底开始 加强取地不理让行人违规将近800件 账面上的数字绩效似乎不差 但回归现实车流量非常大了 全宫路口行人遭撞的事故却依旧上演 记者杨华谈谈报道